我喜歡暖暖的陽光 是環境規標上的方法 你的胃口和你的美麗 is in the sun 我的肩膊 我的心已經 就到了 可能的理由 沒有你我為你借 到我的臉的眼 為了你我為你借你借尽的工 A-A-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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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料你我為你借杯的那一球 為了你我為你借誇荷巧的鳴賴 因为你那道乱入下dancing world 就像酸甜的过离场 就像梦想的酒口里 当你想以为了在二边就会感到 买下欢喜我的心已经就到了 要等到理由 为了你我为你去 有我的脸的眼 为了你我为你唱一张篇的歌 为了你我为你去 有我的脸的眼 为了你我为你唱一张篇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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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 每天都过得快乐 谢谢你 我一定会过得很好 只要你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我相信会更好 对不起 是我不好 以后不要再来了 许飞和田惠子的定会仪式就要举行了 除了钱多多和许飞之外 还有一个人寝室难安 那就是马铃 他必须要和钱多多谈谈 是 阿姨 您找我呀 是 我知道你钱多多是个盲人 所以没事我也不会来找你 坐吧 阿姨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我们家飞儿就要订婚了 你知道吗 如果您是特意来告诉我这个消息的 那我谢谢您 既然如此 你不觉得你的行为欠妥当吗 不明白 不明白 好 那我就直说了 我们家飞儿就要快订婚了 你还对她这么纠缠不清 这事传出去 对你影响不太好吧 我跟她纠缠不清 你说话要有依据啊 你自己做的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我亲眼看见我儿子开车 到了您家楼下 这么说 您平时还跟踪许飞 这也跟你无关 是跟我没关系 但是我想告诉您的是 昨天晚上 是许飞自己来找我的 不是我叫她来的 说得好听 要不是你使了什么手段 飞儿能这么糊涂吗 钱多多 飞儿和田惠子 已经对你人之意尽了 你离开公司 是惠子想办法 把你请回来 她还跟我说 让你回来是不希望 让你感到孤单 她对你这么好你还这样 钱多多 做人你不会感恩 总之到廉耻吧 我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您要说我离开公司 是因为田惠子的原因 我倒是愿意相信 因为我是她 最不愿意见到的人 可是您说我回公司 是她请我回去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 这要问你自己了 你在惠子那儿拿到了 这么大的好处 你怎么还能再回过头来 纠缠飞儿呢 你岁数也不小了 这做人的道理 你应该懂吧 我今天来 主要的目的不是这个 我主要是想告诉你 请你不要再纠缠我儿子 我已经明确地告诉你了 我们家不欢迎你 我们家飞儿需要的不是你 而是惠子 所以啊 请你离开她 看最需要惠子的是您 不是许飞 你 阿姨 我明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 你也不例外 之所以许飞可以一直顺着你 是因为您是她的母亲 她爱您 可是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您没有权利和理由 要求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不过您放心 我跟许飞 不会在一起的 我看她的 我看她的 在那儿看了看去看什么的 窗歪歪的有什么呀 大家好 我先坐在这边 妈 我觉得这天看上去快下雨了 要下雨了 我得赶紧把垃圾倒了去 爸 我去吧 这不是爸爸分内的工作吗 爸 您快下雨了之声 我再帮您站起来 你干 你多累啊 这爸爸一直这不是休息着也没差 爸 您就好好踏着吃看电视陪我吧 我去倒 爸 对 是 有点反差 不行 我得去看看去 我去跟你们一遇见 我去哪里 甚至你能有什么上屋 一遇下雨了 这才座雨儿 我孩子是别瞎差 我记得你说过 你不喜欢来来去去的游戏 也不喜欢甜言蜜语 但是我知道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你知道什么呀 你大半夜跑到我们家楼下 就为了说这些胡言乱语的话 你最需要的是一桩婚姻 让我们继续开始我们在新加坡的生活吧 是 我们之间的分歧最大的就是 你想回到国内发展 而我希望你留在新加坡 你回来了 但是我追来了 朵朵 胜忘我们的甜蜜吧 嫁给我 为什么这句话不早点说呢 只要我们最终可以在一起 再晚也不迟 老温 你先起来吧 你起来要得跟你说 时光已经签了 有些东西都已经变了 可是我没有变 我知道有人替代了我的位置 是许飞是吗 可是它马上就会成为别人的新浪 你睁开眼睛看看 你跟她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谁给你全力跟我说这些话呀 我告诉你 我不想听 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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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不好意思啊 这 这 头一次见面就 我们是多多的爸爸妈妈 伯父 我伯母 你们好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是马文 马文 这名字好像听说 怎么这么熟啊 想起来了 新 新 新加坡 我 我说你怎么就让人家这么走了呢 人家可是捧着花 拿着戒指上门求婚来的 那多多不懂事 你也跟着不懂事啊 好歹请人家上来坐坐嘛 你也不看个几点了 你以为咱们家是茶馆呢 我说你怎么老糊涂了 这可是关系到咱们家多多的终身大事啊 你才老糊涂的呢 你知道那人是谁啊 那是马文 我知道是马文 你知道是马文为什么还把咱们姑娘往他那推啊 多多啊 你拒绝得好 啊 想这种不靠谱的男人根本就不能理 你别听你妈的 她是想女婿想疯了 钱静云 你想气死我是不是 哎呦你们两个别吵了行不行 只有这点事 我这脑子都快炸了 多多 多多啊我跟你说啊 你别跟许文的小菜搞在一起了 我没有好结果的 你听妈妈一句劝 如果马文是珍惜的 你不妨考虑考虑 啊 好吧 好吧 现在 除了我们刚才谈的内容之外 我还有一个消息要的宣布给大家 天徽的消息 因为她个人的原因 以后她不会再 你闯进来干什么 我们开会呢 我让钱多多送报告她人呢 不许的总监多多都现在回不来 她的车怕忙在国道上 那个地方连个人影都没有 怎么办呢 曲飞就这么在众目睽睽之下 冲出了回忆室 她要去找钱多多 要问问她 为什么不反对自己和田徽子冰昏 为什么表现的那么无所谓 小飞哥 今天晚上约了阿姨吃饭 我们一起走吧 让开 让开 你要去哪里 快给我让开 我知道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找钱多多 我不让你去 曲飞 曲飞你去哪里你 你回来 我吓你 曲飞一肚子的疑问 原本是要当面问多多的 可是现在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了吗 她就这么开着车 在城市已漫无目的地都选择 她想到明天就要和田徽子订婚了 多多明天就要离开这个城市 她却无能回应 现在就连见多多一面也办不到 她不禁绝望起来 来 这么早就去机场了 这离齐飞 还有一段时间呢 是 你就不想陪爸妈再待一会儿啊 妈 现在机场办手续的人特别多 我走俩去 到了那边 我会打电话给你们的啊 路上要小心啊 要注意安全吗 我今天是许飞和田慧子订婚的日子 我还是去一趟吧 就当是替我去的 我真不想去 想我心里就生气 生气了 丑风 不要太难过了 多多又不是不回来吗 多多啊 你就放心地走吧 这个事情 爸爸妈妈来给你解决 一定要小心啊 路上 那我先走吧 路上 抱着别担心啊 走啊 学生啊 你别控制一下自己 你说你控制了一天呢 又多上了飞机也会能受 快 好 好了 你该走了 都是教你我们的任务 我们也得完成了 帮忙 怎么样 画好了吗 阿姨 你看 好看吗 真漂亮 你看 看到你啊 我都想回到年轻的时候了 我们那时候结婚的时候 可不像你们这样 阿姨 不是结婚 是订婚 那有什么区别呀 你现在啊 就是我准儿媳妇了 菲儿 别看书了 这个时候还看书 快看看 我们惠子漂亮不漂亮 来 是 很漂亮 可是足足花了三个小时 你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呀 我们惠子那是天生丽质 他们本来就是个美人披子 好了 阿姨 你出去招呼一下客人吧 我跟他说几句话 好 那我先出去 一会儿开始我叫你们 走 我们都出去 怎么了 不高兴啊 没有 这要你满意不就行了吗 什么叫我满意就行了 你妈满意也很满意啊 这叫门当户对你知道吗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还没有我 不过我有信心 你一定会爱上我的 你怎么办 惠子 我并不是讨厌你 其实我 什么都别说 让我看一看好不好 就算我们两个人真的结婚了 你觉得会幸福吗 你觉得会幸福吗 我不管 我知道你心里有别人 我只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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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这边都是谁啊 阿姨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还生我气呢 多多呢 她走了 走了 今天许飞和田惠子订婚 我们要去参加她的订婚仪式 田惠子得手了 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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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呢 多多被他们公司老板派到新加坡去了 所以实在来不了 一个人代表她来向许飞道贺的 老许 你这腿没事吧 又严重了 没事 这纸子管让了 能站起来能走路 这不 我都给你舒服点 没事没事 没想象的 朗宏 你们这聊什么呢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太太马英 这是老钱 钱俊元 好 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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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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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阳大名呢 虽然我们之前不认识 可是你对我们许佳来说 可是个重要人物 那我们俩先进去了 你们先忙 好 好吧 你先进去 好 先进去 来了啊 好 欢迎 许鹏 要不要把我们家医生叫来 给你量量血压呀 我看你这么激动 别再出什么事 我看啊 应该让他给你量量血压 怎么 这好不容易 攀上田惠子的家了 你应该比我激动多了 你 大家请坐 大家好 大家请坐 今天啊 是大喜的日子 是我儿子 许菲和田惠子的 订婚仪式 所以我们大家在此呢 欢聚一堂 谢谢 谢谢 刚才下面啊 有朋友问我 为什么订婚 不直接结婚呢 其实我觉得订婚 倒是挺有必要的 这个等于是 从爱情到婚姻 然后呢 又走到婚姻的最后一步 我觉得 这样意味着 两个人可以彼此的 了解 包容 然后彼此的相互适应 彼此相互孝敬父母 还有挺多挺多的 我作为母亲呢 我今天这个心情 特别特别激动 我也没法形容 那下面呢 我们就以最热烈的掌声 还有最美好的祝福 有请两位新人 闪亮登场 跟咱们女儿比人差远了啊 你看咱们姑娘 天生丽质那是 我就不相信 我们家多多找不到 一个比她更好的 比放心好的 下面呢 请我的儿子许飞 跟大家讲几句话 感谢各位贵宾的带来 今天在这里 身为主人公 儿子和女婿的我 此时此刻 我的心情真的很复杂 我 我不止一次地问我自己 是否能够承担起 这一份家庭的责任 各位 没有爱情的婚姻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阿姨呢 她不会乱说吧 不会的 除非她不是我儿子 天会的聪明 也很漂亮 很有气质 她对我胆情专一 所以 我们俩的这一份感情 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 所以我承诺 许飞 你承诺什么 你问问你自己 你可以承诺什么 钱东东现在在机场 她马上就要去新加坡了 你舍得吗 你忍心吗 你爱的不是她吗 这是谁呀 你疯子 阿姨 你可一定要帮我 如果不是 是 那我马上就走 我来说两句 话筒给我 别乱说话 大家好 我是许飞的父亲许鹏 我今天呢 非常的高兴 儿子长大了 成了男子汉了 知道担当了 知道一个家庭的责任感 我今天要说的是 没有父母不希望自己儿女幸福的 他们都有自己的未来 自己的婚姻 自己的幸福 那得自己把握 谁也替不了谁呀 儿子 爱你该爱他 做你该做的 爸爸支持你 对不起妈妈 爸爸 谢谢你 我喜欢暖暖的阳光 我喜欢暖暖的阳光 喜欢紧贵飘香的风 你的味道和你的美丽 你一心都在 我的肩膀 我的心已经就到了 要等到零用 天特朗 violin 我为你 叫你叫李生炑瓶 载 ру 为了你我为一切 兄弟们九丛 为了你我为你这口口的救命 因为你那道乐 录下的幸福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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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為了你我為你給我面對著 為了你我為你真的搞得有你 姓名 許飛 這時候我覺得你的名字跟你長的樣子 都好像似曾相識嗎 東東 你想起來了 他說 你怎麼知道我叫他 當時呢 事先你就給了我一句話 小弟弟 等有一天你比我強了再說吧 記不記得你說過呢 什麼 等一下 對不起啊 我 昨天晚上要是說了什麼話呢 你在演啊 跟你道歉 昨天晚上 怎麼了 我也記不太清楚 我說喝多了 你說那個 沒關係的 新人設計部總結 許飛 我是新調到設計部的 請多關照 其實呢 我一直想找個機會跟您澄清一下 就是那時候我們上學的時候 我曾經跟您說過一句話 當時我說的時候真的不是有心的 你們別往心裡去 你的愛是未堅守 哦 我知道了 小弟弟 等你比我強了以後再來找我 這句話我早就忘了 我也早忘了 前兩天不是你提醒我了嗎 我今天總算沒了 為什麼飛兒處處跟我作對 我今天就明確告訴你 我不同意你跟飛兒交往 不管是你的年齡你的家庭 你從你到外上上下下 沒有一條符合我們許家兒媳婦的標準 你不要在我面前組一個許家又一個許家 我根本就沒有想出你們許家有任何瓜葛 你不用這麼看不起我 她在你眼裡是我 在我眼裡什麼都不行 我根本就不行 你跟許家就是吃兩樣飯長大了 她跟她媽媽那是血肉關係 你們倆再相愛 那也是取代不了了 許家可以和你堅持到底 讓她媽媽同意你們兩個結婚 可是她媽媽會怨恨你一輩子 她會怨恨你是我的女兒 她會怨恨你奪走了她的兒子 你說這樣的日子你能過下去嗎 多多 我只要一想到你 我的心就像被人扯出來扔在了地上 一腳一腳踩過去 我徹夜失眠 你知道嗎 無論什麼時候 你那熟悉的身影 就在我面前 我已經答應我媽媽和你分手了 再說我已經 我還要結婚了 你的未婚妻是田慧子 還是你的 多多 我那是逼不得已的 你該在身邊 我當然明白了 你需要田慧子 你公司你的家庭一定要需要吧 為什麼 都讓她還需要 我 這就是現場 你們兩個真的很安排 你說的對極了 我就是希望你能夠幸福 實現自己的夢想 我會要陪我和我 我們 一定就這樣嗎 我走了 他是個混蛋 他是個混蛋 把電話給我 我真沒見過你這樣的 哪有你這樣的公公啊 在婚禮上還砸人場子 你快把電話給我 我給許菲打電話 還打什麼打 你現在就算把她叫回來有什麼用 那她還能繼續下去嗎 你笑了好了別哭了 醒了 這件事情 哭了 真是對不起 你居什麼公道什麼歉啊 要道歉也得是他們呀 你們女兒也真是的 工作不是找回來了嗎 老老實實去新加坡工作 不就完了嗎 臨走臨走 還把我兒子給勾搭上 我 老吾啊 我看我們回去吧 像他們這種情緒我們怎麼談啊 本來我也是反對他們兩個孩子談戀愛的 既然現在事情鬧成了這種地步 不妨我們都冷靜冷靜 最後來好好談一談 最起碼應該問問孩子是怎麼想的吧 談 要談你們談 插隊的時候你們不就喜歡扎堆嗎 這回老許總算找著你們了 那還不得好好談談 怎麼也得談個十年八年的吧 你給我閉嘴 你 我去加入門 走走走走 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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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茭子 你讓他沒搭水進來 不要走 什麼 女اء 逗逗 逗逗 又怎么来了 不要走 我 我再也不会放过你 就从许飞将钱多多抱进怀中 而钱多多不再挣扎的那一刻起 两人竟不与儿童的产生了同一种感觉 他们今天收获的似乎不仅仅是爱情 他们或许已经找到了此生的微索 你说说吧 今天这事怎么解决 我觉得王贤和方法的建议是对的 咱们还是等孩子回来 问问他们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我问的是田惠子这边怎么解决 今天订婚仪式那一屋子人 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吧 我们这样一来等于当众给了人家一个耳光 你认为山田家能咽下这口气吗 马灵啊 我认为你是想多了 你要是觉得山田集团想在生意上难为你的话 实话告诉你的 就咱们家这个小公司和人家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 人家想制裁你的话 说实话 根本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我还是那句话 生意是生意 生活是生活 咱们做父母的 还是要考虑菲儿的终身幸福 菲儿的幸福 你知道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吗 好 如果让你现在开始停止写作 每天朝九晚午起早贪黑挣钱养家 你会觉得幸福吗 菲儿的才华得不到施展 每天加班加点的工作 伺候老板 看老板脸色 你认为菲儿会觉得幸福吗 怎么不会呢 如果你觉得不幸福 是因为你太贪了 任何一个阶层的人都有他们的幸福 每个人对幸福的标准的理解 都是不一样的 我受不了你的标准 那就请你换一个和你标准一样的人吧 什么 你是说离婚是吗 好 这才刚跟吴芳芳见上头 还不到两个小时你就想把我拆了 许鹏 你也太着急了吧 这根本就是两回事 这怎么是两回事 这是一回事 你说 给她回信了没有 我当然没有了 吴芳芳啊 吴芳芳 你说我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 不提这事 你以为我心里就不介意吧 真没想到啊 你们居然背着我通起信来了俩人 谁跟她通信了 就算你没给她回信 让她跟你来信这事 你也应该告诉我啊对不对 你说我们结婚都这么多年了 我 我怎么告诉你啊 这 深圳不怕影子鞋光明磊落的 有什么藏着掖着的 老秦 我怎么藏着掖着的了 不就一封信吗 不是她家许飞看上我们家多多了吗 再说了 做到哪百年的事了 这么大岁数了有意思吗 你心里要是没鬼 这事为什么就不能告诉我 老秦你干啥呀 消消气 当初呢她俩是有鬼 现在确实没鬼 当初也没鬼啊 对对对对 瞧这嘴 这 当初你们是自由恋爱 那个也不是说什么有鬼 那时候不都这样吗 出个对象也没啥地去 都稀罕什么钻个小树林啊 钻个柴虎堕什么 哎哎哎哎 清花 你咋子加什么油加什么醋啊你 什么意思啊 不不不不 等一等等一等 这事我要大家问清楚了啊 怎么还出了个小树林柴虎堕的了 你说你是怎么回事 你 你别瞅我 我不知道 不知道啊 我啥都没看见 哎呀 怪不得呢 许鹏她老婆 对我们家这么抵触 吴芳芳 你今天一定要跟我说清楚 你跟许鹏 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 钱静元 你太过分了 你还有完没完了 是我没完 还是你没完啊 我 吴芳不起浪你知道不知道 咱们来北京市 给多多找对象了 还是你找老秦人来了 这信 这信也不是我写的呀 这信怎么过分了 人家也没说什么呢 不是 你写人家 昨天把那时候跟我说清楚啊 对不对 对 你怎么回事啊 你看看这个灯 我跟你说了两天了 我让你擦擦擦 你都干嘛了 你再看看这镜框 上面全是图 怎么搞的 我优业给你那么多钱 让你干嘛 再让你在这儿发呆呢 你再看看你这个头发 我每次都告诉你 让你梳起来梳起来 像疯子似的 你干不干活了 我给你找公司 我给你找公司 爸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爸 你吓死我了 菲儿啊 今天的定婚仪式 我不是在做梦 不是你让我这么做的吗 不是你让我这么做的吗 我让你那么做 我也没有让你 你马上那么做呀 那不就是个订婚仪式吗 你吵什么急 爸 爸 我现在真的有急事 回他再说 等等 不够玩他了吧 许鹏 许鹏 袁慧子来了 你快下去给人家赔罪 好 马上啊 你先等一等我 我先把你妈支走 你再撑 来了 许鹏 你快下楼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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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心事犯罪了 来 我写雷福字 你来看看 你来看看 神经啊 九一 你来 真的 帮我看看 看完以后再下楼 有什么时候了 你 你来 你来 许鹏 许鹏 许鹏你回来你 许鹏 许鹏 你这个混蛋 你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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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 你敢回来吧 妈 我想起来了 飞机一落地 就得开一个重要的会议 有一份文件落在家里了 那个许鹏呢 你们俩搞什么名堂啊 你看 她爸爸妈妈都快急死了 许鹏 许鹏怎么了 许鹏没去机场找你吗 你没看见她吗 没有啊 我在机场 我就是想起文件没拿 我就赶回来了 那个 妈我不跟你说了啊 我那飞机快起飞了 好 谢谢啊 都在这儿了 拿起来吧 那个 我一落地就给你打电话 好好好 放心吧 哎哎哎 你给你打电话呢 那你给我给我跑点啊 哎呀怎么现在才来 哎 妈 对对对 这不等着领证吗 哎呀我的亲妈呀 你就放一百个新吧 你还起不跑不了了 啊行行行 那我让她自己跟你说话吧 咱妈的电话 妈啊 既然我回来 和她一起回去吃饭 我爸妈也带着 带着呢啊 好 马上我想结婚了 以后好好照顾老婆 知道了妈 放心吧 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我呀 等着抱孙子呢我 爸您放心吧 好 好 多多 只要我们两个努力坚持 一切都会好的 嗯 我是想坚持 可是 不是这样的坚持法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没有 对 我们的想法 一定会这样吗 性情换走过吗 可能 我也做出了些瞬間 怎么吧 你所谓时间就会 重担一切回忆 到底 你想说的好像有的什么 你有爱过吧吗 真的真心过吗 哪怕 所以去忘年就敢回答 除了那句话 除了放松那句话 什么坏的姓名 除了那句话 你让我去相信 放松 我是相信又会 键锁 你的泪在战斗 你最不想再回头 你都爱谁会接受 要定就这样吧 别让我去相信 放松 我是相信又会 牵着手 你的泪在战斗 你最不想再回头 为什么 不敢相信真的 要放松 我只相信又会 键锁 只相信又会 键锁 你的泪在战斗 你最不想再回头 你真的没有 陪我走 我们 一定都这样吧 我超过来了 我只是在战斗 你怎么摔要 你怎么摔战 你怎么摔战